集團旗下的新竹物流 還有士林電機以及國賓飯店等企業中的中高階員工 不約而同的再特定的日期 捐給侯友宜大量的政治現金 時代力量踢爆向來力挺侯友宜 仰德集團的董事長許玉瑞 疑似用員工名義大量捐出政治現金 2018年53人總計530萬 集中兩天作業 2022年有57人一共570萬 也都在同一周完成 許玉瑞養德集團的旗下員工 非常整齊劃一的在特定的幾個日期 以每個人捐贈10萬塊的方式 捐給侯友宜的政治現金 總共高達了1100萬元 晚晚日質疑時間點這麼剛好 難道會是巧合嗎 提出高度懷疑會不會有對價關係 秋顯智則強調 這些行為可能已經觸罰 是員工的自發行為呢 還是你受益 員工充當這個人頭以便規避 企業在政治現金上面的這個規定 那如果是由企業來支出的話 我剛剛提到的這個更嚴重 這涉及到的是不是這個背信罪 完全沒有申報情況之下 把企業的錢透過這樣的方式把它洗出來 針對時代力量提出的質疑致電詢問養德集團 對方表示不回應 侯友宜競選辦公室則是用文字澄清 一切符合政治現金法的規定 三類新聞 各位宣傳來台北 這方面的 請問一下